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三 我表演课的第二天 第二节课 然后现在是八点四十分 现在又在十号 这个非常堵车的这条路上 整个路程要一个半小时 又要塞了 平时我是 以前我很少去走这种 就用读的那个长途的路 我比较讨厌开 比较旧的 就至少不是regular要走 偶尔走一下 现在我等于说 每一周都要走两次了 上一周一的话 去的时候感觉还OK 到了那边上课 后来越来越感觉 身体在发热 然后头晕 然后经过昨天好一点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感觉还蛮好的 现在都感觉挺好的 一点点 一点点 感觉不是那么 就不是百分之百好 但是就说已经百分之九十九了 所以希望上课的过程中 也会慢慢的没有不会变差 然后呢 还有就是上课 上次上课的时候就感觉有时候脑子里会跑出去 会跳走 就是没有 虽然一直在没有去想什么东西 但是你越不想 然后你会总是会跑 思想会跑走一下 所以今天我希望就是 状况好一点 然后那个听课的感觉也会更好一点 因为上一节课的话 去上台上了有四五个同学了 那这一节课的话 那很有可能我也要上去 就是如果我不走动 他可能也会叫我上去 就会问一些问题 问你的感觉 来你看观众 看那个台上的台下的人 然后你的反应 然后你的感觉 就是来一个就这种互动 或者是一种coaching 去挖掘你的一些 内心的一些东西 经过了一个小时多的路上 终于快到了 终于要到了 不是快到了 这个是一个机场 我们就在机场旁边 还好啊 就是现在是九点三十八 还是提早的提前到了 刚刚下完课 11点17分 回到了这个拥堵的十号公路 今天没有那个整个人的上课几个小时下来的状态 就是身体的状态还可以就是没有像上次那样 感觉脚冷啊 那个 发热啊 这种挺难受的 今天的话身体就挺好 就是上课的话 还是对我来说是蛮多挑战 一个是 语言 就是听 然后再加上去表达 虽然现在还不需要去表达 现在都在听 但是现在是每个同学基本上都要去上台 那 有些人是主动了 那有些是被点到 其实 我是蛮 蛮 蛮 其实有点紧张被点到 点到之后 上去 我也怕就是有时候没太明白老师的意思啊 各方面 或者说是 嗯 就是 总之很多担心嘛 担心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放不开 做演员来说 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老师就说了 你做演员就是你要 能 就像一个光着身体 在舞台上 在一千个人的面前 在舞台上 能这样自如的走二十遍 那 演员就是这样 他说 演员就是你 你必须得 能这样 呵呵 所以的话就是你要 嗯 把很多这种 恐惧也好 胆怯也好 什么东西 啊 担心也好 包袱也好 都要放下 嗯 其实我 看了那么多同学上去 啊 我的总体的感觉是 那 当然 大多是比我更自信 甚至是很能说啊之类的 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 那上台之后呢 其实 老师会去 我也不知道站在 坐在台中间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就是 真的是 你在台下 是没有办法体会的 我说的是 我们课堂上那个啊 可能是那个时候老师跟你说一些东西啊 你的回答 会 真的 会让你出动到一些东西 然后 从而呢 就是 你更加 真实 更加 从你的 内心 发自你的内心 嗯 今天有个女孩她 还挺 不自信的 就是 我看到她 也能看到我的影子 然后 反正蛮有感触 就是能感受到我自己如果坐在上面 某些地方也会跟她一样 或者比她还更糟糕 其实 再说了 不过其实也没什么糟糕的 因为上去就是去 啊 表达你自己 嗯 还有另外 还有课堂开始的时候是 老师让我们就是 闭上眼睛 看你听到了什么 然后 就每个人都会说一下嘛 有人听到呼吸的声音啊 人家就是 啊 外面车的声音啊 什么 那种空气 就是 那个什么 刚好有个同学的手机响的 手机的声音啊 嗯 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她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要我们做的就是 你闭上眼睛 然后 然后 然后你想想你 你马上想唱什么歌 你就唱出来 然后 啊 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这个的话就是 我 我闭上眼睛 马上就有个旋律就出来了 就是那个 啊 Sound of Silence 老实说就是说你可能是你最喜欢的歌 或者说你马上能想到歌你就很 但我想来想去这首歌就不是我最喜 不能说是最喜欢的 而且我好久也没有唱过和哼过这个歌 但是我一被闭上眼睛就这首歌就出现了 然后我一直在想 哎 这不 这不应该是我最想到 是马上想到的啊 然后 但我也想不到别的 然后就这首歌就会一直在 我就一直在 心里就在哼 哼的时候就会想象到我 我那种乡村的感觉啊 不一定是 这首是美国的乡村歌曲 但是我 我所想到还并不一定是写 美国的乡村 就是当时我最早听到这首歌的那个 那段时间 我大概是大概十五六岁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是在学画画 也是在荒野在郊外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就听到这些 然后老师就问了很多同学就是 哎你刚才是哼了什么歌啊 啊 然后问你听到那首歌的时候 你想到的是什么情景 哎真的就很有感觉 就是你 会发现 你在哼这个歌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画面 一个情景 或者是甚至是一个很戏剧的一个 电影的画面 其中有个同学就是他哼到一首歌 其实是一个黑人的歌曲 好像是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歌 例如是那个Hip Hop那种 Rapper那种 Rub 那种歌 就是这样 就是 好像是 就说的很现实的一些话 跟警察之类的 他说他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 就想到他 17岁的时候 跟他另外一个朋友 开着车 然后被第一次被那个警察 揽下来了 pull over 下来 而且那个他 他就被摁到 也不叫摁吧 就被要求趴在地上 两个人 然后车上有大麻的味道之类的 就是 就 其实就是他们并没有 车上没有大麻 然后车上有大麻的味道 他 他的朋友是好像有席的 他是烟都没有抽过 所以就他那个经历 就是 让他一首歌 让他想起这个 就闭上眼睛一首歌 然后想起了这么 这么丰富的一些情节 和一些 而且很真实嘛 是自己的 所以老师 我觉得他讲的就是说 老师讲了很多话就是说 你要 tually doing really doing 就是你要真正的去做你 doing life 而不是acting 我觉得是 他说的最多的一个核心就是 你要生活 就是要真实 所以 这些课程的那个 流 部分呢 都是通过这些来 让你找到一些真实的感受 我觉得还挺有感受的 我还不知道 等下一次叫到我上台的时候 我会怎么样 所以 也在 也在 忐忑当中吧 就是 struggling 啊 还有就是 关于英文的问题 我觉得 真的要好好的去 要好好的去 啊 呼吸 所以我要多听 多去 尝试的去讲 我们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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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 成功